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慧共 顾名思义 慧就是聚集的意思 那聚集什么呢? 当然要聚集好的东西 我们要请上师常驻三宝 用时空行护法圣众 才能够慈悲降临 就像仪归讲的如云聚注对面虚空中 那我们男女众的修行瑜伽式 也要聚集在一起 那我们要备伴许多殊胜的共评 当然在佛菩萨的眼中 我们凡夫所能准备的再殊胜 对佛菩萨来讲也都不足为奇 所以佛菩萨他所看重的 是我们能够聚集清净的身口义 来做供养 我们的祖师莲花生大士 他曾经预言 在每个月的农历初始呢 他都会降临到娑婆世间 来看我们这些学佛的弟子 那我们的修学如果如法得利 他将生起欢喜心 给予大加持或者是证悟的成就加持 那当然我们如果有为师犯戒的地方 不如法的地方 那护法空行呢也会适于惩戒 那所以我们在今天 背办的这些会供品呢 那请请上师三宝的降临 做大忏悔还有大供养 会供是属于生起次第的 我们藏传佛教有生起次第 圆满次第 生起什么次第呢 生起成佛的次第 所以会供呢 是积聚附会二次良 最有力量的法门之一 那一场如法的会供 可以导致一个没有修行的人 他下一辈子呢 一时无忧 那所以如果大家都能够 用最恭敬的心来做会供 那大家今天又是满载而归 那当然我们也要 请我们的六道父母 冤亲在主 我们的历代祖先 还有平常跟我们相处 过从甚密的鬼神众 我们同修去当志工发佛书 去劝木 去劝人吃素救地球 有的时候感应连连 对不对 我听说最近我们其他分道场 你要去这个餐馆 那餐馆老板呢 有被预告 要他准备好等大家去了 这种是接二连三发生 那有的时候是佛菩萨慈悲的加持 可是常常呢 都是这些护法鬼神众 那这些鬼神众跟人一样 有好人 又有不善的人 那他常常接近佛法 接近道场 久而久之 受到佛法的熏悉 他也想受戒 也想成为法及圣众 也想护持佛法弘扬 所以我们今天会共呢 也要做下师 来做焉共 来供养他们 希望他们能够常常呢 生法正念 不要忘记自己的戒律 继续护持佛法 这些鬼神众